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 证明我便宜好用不念人 包你满意 敢问少君 可曾听过这样一句话 人无信不利 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则衰 咱们做人是不是 得应该有点信义 这明明是你受到了邀请 为何要栽赏他人呢 三公主说的 可是互乘何意识 要么 你就别去 去了你还故意绕一圈 引我上船 险些 背锅 太不低头了 三公主倒是坦诚 那么敢问 韩某今晚差点遭人算计 此事是否是三公主所为 我算计你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我听人说 二姐今晚要去抓玄武尘密探 我特意赶过去想要替你解威 谁知被你反北到你 三公主怎么就能确定 二郡主要抓的人就是韩某 我哪里是确定 我是生怕 这万一要是韩绍军我去了 有备无患对不对 这万一要是 这么说来 三公主没有想要陷害韩某 反而是去救韩某的 你可真是辜负了我一片故习 韩绍军啊 你可真是辜负了我一片故习 当真如此 别动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对呀 受伤了 为了救你受的伤 三公主到底为何如此 因为我把你当自己人 韩绍军能不能 把我也当自己人 有什么难处你尽管提出来 我一定竭尽全力 去帮韩绍军排忧简难 任令差遣 三公主为何对韩某 如此掏心掏肥 因为 因为我想让你开心 让我 开心 多说不用 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 证明我便宜好用不念人 包你满意 死了可就太可惜了 那个 你今天幸好是没去 这马尔姐今天太吓人了 我得回去赶紧吃点宵夜 喝点身杠压压筋 你在哪儿休息啊 守军 你说三公主的话 能信吗 能信 可我怎么总是觉着 这是三公主下的套啊 你看 她平时就阴晴不定 喜怒无常 鬼话连变 那是她心思单纯 此事射击城方图 和我们平时通信用的火器竹筒 能拿到这两样东西的人 怎么可能是陈千千这个草包 倒是二郡主 陈楚楚 心思缜密 此事多半是她所为 二郡主 这是一件事 大冯就是 她们什么事 的还愿意 这个人 我以为她与她们你 至于 她的名人 就是她的女人 可是她是最确定的 他知道咱们宣湖城 子民附属 存淫充裕 他一不图兵力 二不图钱财 他 他在图什么 图我 此女子 钟情我 坠入情网了 那日他马匹受惊 是我挺身而出 他便对我情根深重 当街抢亲 大婚当夜他就害您入狱 那是他为了救我才不顾明洁 谎称有孕也要救我吗 他还在教坊司当中羞辱您呢 那他立马后悔了 他向我道歉 他还 小意温柔 阿姨 手军 即便是三公主对您有意 可 可她就是一个草包 无才无德不说 名声极差 对我们有什么助力吗 我可以利用她夺得龙骨 那二郡主呢 您当初不是说利用二郡主吗 您说她是花园城最优秀的郡主 有望继承城主之位 得到她就能得到龙骨 得到巫师范 对吧 我错了吗 现在看来 应该是三公主陈千千更得花园城主宠爱 还有几分小聪明 如果有我在后面推波助澜 定能堪当大任 手军 你也看到了 二郡主对我横眉冷对的 还涉及害我 反倒是三公主陈千千 对我百般维护啊 咱们何必舍尽求远 放着好好的陈千千不用 去找那二郡主呢 此言 咱们 有礼 首军 应鸣